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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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姓 你认不认识这个男人 认识 他叫姚大伟 你最好从十张来 为什么跟踪美兰 为什么一直在法兰外徘徊 你是不是想偷东西 还是你想杀人 杀人 最近的几座弃尸案 是不是你做的 不是我 没错 我是姚大伟 但是 我不是贼 最近的弃尸案 也跟我没有关系 难道您是露姓的老乡好 我一直跟踪你 他要在外面徘徊 是有原因的 发自内心真诚的歉意 是需要莫大的勇气 而宽容的 他并不是出自于 对落者的怜悯 一个人 要先学会 面对自己 要对自己 内心深处 持有的做人原则 和道德价值观 有着毅力不动的信念 才能够真心诚意的 出处道歉 出处道歉 喂 你们不是读过景年书吗 他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 我想说的是 我想说的是 对不起 这五年来 我的死运一直很低 不管是帮别人做事 还是自己做生意 都一败涂地 所以 后来 双鱼师傅 替我指点明经 他说 只有当我把所有的业障 消除了 才可能会转运 而消除业障的方法 就是 对所有曾经 被我伤害过的人 说声对不起 而你 你是 我道歉名单上 最后一个名字 也是最重要的 只要我向你说的声对不起 没运 这辈子 就不会再来找我了 为什么 那是因为 你名字里的蓝 有五话 跟对错的对 是一样的 这里输你对命理学 最有研究了 他的话有没有道理啊 天知地知我不知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一直提不起勇气来找你 后来我打听到 美兰是你女儿 我心想 这一定是天意 所以 我就一直跟踪他 希望能够找到机会 来向你道歉 十六年前 你误杀了人 我去报警 因为当时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 这样做 对得起天地良心 你今天来跟我说对不起 因为你觉得你这样做是对的 我愿意接受你的对不起 我祝你从此好运连连 不愿意接受你的了 谢谢你 谢谢你 感谢观看